大家好,我是老春 最近绝地求生的外挂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如果你经常玩这个游戏 那么或多或少总会遇到几个开挂的 千奇百怪的各种外挂简直就是脑洞大开 比如跑得比汽车都快的闪电侠外挂 在飞机上就能杀人的外挂 枪比房子还要大的神经病外挂 能够把人逼疯的隐身和遁地外挂 最好玩的呢就是这个长手长脚挂了 一般都叫它鹿飞挂 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更像街霸里的印度阿三 说实话这些人没把才华用在正路上真的是可惜了 当然比起这些千奇百怪的外挂 我们平时遇到最多的挂其实只有一种 那就是在你根本看不见它的地方 直接一枪抱你的头 简单又粗碰 完全不跟你多逼逼 在这些外挂的眼里 所有的人都是在裸奔 战场上有多少人 每个人在干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同的部位还会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 有更夸张的甚至还能把你的姿势用线条勾勒出来 就算你躲得再完美 在这些挂的面前都是无所遁形的 说实话这些挂真的是创意无限 可以说都是智慧的结晶 可惜这些智慧用错了地方 做外挂是违法的 肯定不是一个长久稳定的生意 作为玩家在网络游戏里开挂也是万万不可以做的事情 特别是在这种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里 开挂不但会严重破坏游戏的平衡性 也会给其他人带来灾难性的游戏体验 最重要的是自己也得不到什么成就感 因为除了控制人物走路以外 其他包括开枪在内的一切工作都是自动完成的 很多时候击倒了对方 自己都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 哪里来的成就感 而长期开挂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官方封号 真的是花钱花时间花精力 去做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所以还是那句话 网游里开挂是万万不能做的 不过在玩单机游戏的时候 我们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跟电脑公平竞赛 去你妈个蛋 我改 话虽如此 改游戏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 要是改得太过分的话 就会彻底丧失游戏的乐趣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 游戏的乐趣在于自身的体验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格斗游戏 当时说一连串的连续记击倒对手之后 那种成就感绝对爆棚 但是如果这些动作都是自动完成的 那还和看电影有什么区别 再比如生化危机 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物资的严重稀缺 我们不能随便乱开枪 很多时候在丧尸倒地之后 我们都舍不得再补他个几枪 而是掏出小刀慢慢的滑 因为每一颗子弹都很珍贵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原因就在于丧尸并不是一种很强力的生物 不能像使命召唤里的敌人那样和你拿着枪对射 所以如果给你一把无限子弹的冲碰枪 可以突突突 那么原本这些需要和丧尸周旋的场景呢 就会变成这样 咋一看是不是还挺爽的 但是如果整个游戏都是这么玩的话 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超级无聊 因为游戏的难度全没了 还玩个屁啊 RPG游戏就更不能乱改了 因为这一类游戏最大的乐趣就是打怪练机 看着自己从一个弱机成长为强者 这个过程在RPG里是绝对不能代替的 假如把人物全部改成99级 上路就秒怪 那么这个游戏实际上就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难道我玩个RPG 只是为了从一个城镇跑到另一个城镇 然后看一段又一段无聊的剧情吗 那我还不如去看好莱坞大片 所以改游戏一定要适当修改 我个人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修改游戏里的金钱 因为这个修改是最无关痛痒的 但是又能给我带来很多的乐趣 如今的很多游戏都有线程对应的修改器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动动手 慢慢找数据修改 我最早使用的修改器是FPE 我们以前都叫它爱护皮衣 用过这个修改器的小伙伴估计都已经三十几岁了吧 那个年代软件匮乏 FPE几乎是唯一能够简单修改游戏的工具了 几年后各种修改器才多了起来 这个期间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金山游侠了 因为当年金山公司也是花了大力气宣传过它的 所以用的人很多 不过我最喜欢用的是Game Master 也就是游戏修改大师 这个是台湾人做的一个软件 这个东西速度很快 而且搜索准确 非常好用 我一直用到现在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 我玩游戏一般只是修改一下金钱 比如在恶魔城里 开局没多久就可以见到爷爷 爷爷是个奸商 东西卖的死贵 正常情况下 第一次见到这个奸商的时候 除了买张地图和买把必须要用的钥匙之外 其他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买不起 我还记得以前有个不靠谱的攻略 叫大家去刷这个过道中间的钱袋子 每次是250块钱 由于那个年代只能在主机上玩 没法修改 所以我也只能信了这个攻略 跑去刷钱 这个过道特别长 一来一回要用不少时间 刷了半天 发现还是买不了什么东西 我当时立刻就明白了 怪不得每袋钱是250 这明摆着就是在嘲笑我们这些刷钱的人都是250嘛 后来终于可以在电脑上用模拟器玩恶魔城了 那我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我改 一套神装先穿起来 开局就是高帅富 不过我还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条底线 那就是这些强盗逆天的投掷武器一概不能买 因为我很清楚这些东西会让我彻底失去游戏的乐趣 RPG游戏里的钱就更不要说了 我可没耐心慢慢的刷钱 只要是能改的 我一定先把身上的钱改到上限 每到一个城镇把最好的装备先买起来 药草买满 然后再跟我谈别的 在《勇者斗鹅龙》里有个娱乐场 里边的老虎机都是需要用代币才能玩的 这些代币都很贵 每一枚都需要用游戏里的几十枚金币去购买 这些老虎机和现实当中的一样 除非你运气爆表 否则在大部分时间代币投进去都是有去无回的 而如果你的运气真的爆表了 赚到了大把的代币 那么就可以去兑换奖品 这些奖品通通都是好东西 所以我改 当然了 也有一些游戏在玩一周目的时候 我是连钱都不敢乱改的 怕彻底失去了玩下去的动力 比如《生化危机》和《湮灭之光》这种游戏 我都是老老实实的先把一周目打通 然后从二周目开始修改 说到二周目 对我来说 所谓的二周目 其实就是游戏的残余 因为这游戏的剧情和流程已经完全了解了 没有了新鲜感 随时可以放弃 所以修改起来也可以肆无忌惮 随便瞎搞 在玩《湮灭之光》二周目的时候 一开始我只是修改了一下金钱 可以随意的买喜欢的武器 然后发现不过瘾 干脆连子弹也改成了999 拿上冲锋枪突突突 或者是把武器的耐久改成无限 跑到路上去虐嗓尸玩 在《生化危机》4里有个逆天的武器 那就是火箭筒 除了最终Boss以外 其他所有的Boss都能用火箭筒一击必杀 这个火箭筒在商人那可以随意购买 但是每把要3万块钱 而且是一次性的 如果不开修改器的话 那一把就可以让你破产 所以二周目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钱改买 在遇到Boss之前先存个档 然后买一把火箭筒 嘿嘿 老子在玩一周目的时候使出吃奶的劲儿跟你们周旋 现在可没这么好的心情了 当然了 一个游戏到底是改还是不改 永远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反正我是很喜欢改游戏的 有句话叫小鹿遗情大鹿伤身 放到游戏里呢就是小改遗情大改玩玩 对于我来说怎样合理的修改游戏 又基本上不会破坏游戏的乐趣呢 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这种乐趣呢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当然了这个世界上呢 有着千千万万的硬核玩家和严肃的玩家 他们不仅不会修改游戏 而且还会花无数的时间啊 在同一款游戏上深度挖掘某个游戏里的一切要素 甚至挑战各种世界纪录 对于这一类的玩家呢 我一向也是非常敬佩的 所谓人各有志嘛 多元化的世界才精彩 喜欢老孙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点个关注或者打开我的空间 里面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啊